大家好,我是DK,今天的中国历史名将系列,为大家讲述的名将是 击退东突厥,建立三寿祥城体系曲莫南,间接造成后突厥韩国的衰弱与灭亡的韩国公张仁月 张仁月,华州下归人,唐朝时期的宰相名将 张仁月原名张仁淡,因为与唐瑞宗李淡的名字的发音相似 所以改名为仁月 张仁月年轻时文武全才 武则天在位时,官至殿中士玉使 当时,玉使郭霸上表称武则天是弥勒佛转世 奉和舍人张家福、王庆之也上表请求立五臣四为皇太子 他们都邀请张仁月在表彰上署名 张仁月言辞拒绝,因此受到了有识之士的器重 不久,下官尚书王孝杰担任土刺军总管 率军抵御吐蕃 张仁月实为监军 但因与王孝杰关系不睦 便派人去向皇帝告状 因此,王孝杰被削官为名 张仁月则被升为了士玉使 公元697年,监察玉使孙成锦 出任清边军监军 战后虚报战功 称自己美战必先,身先士卒,清零史实 武则天闻讯后,对孙成锦非常的赞赏 将他着身为右肃正台忠臣 并令张仁月为其布下寄功 张仁月先向孙成锦询问了作战经过 孙成锦本就是虚报战功 支支吾吾的无法回答 张仁月知道其中必有隐情 便上书弹劾孙成锦七军犯上 武则天将孙成锦贬为崇仁县令 命张仁月为肃正台忠臣 简孝幽州都督 公元698年,突厥莫绰可汗入侵唐朝 先后攻陷了赵州、定州、进犯幽州 张仁月出城迎击 击战中被冷箭射中手臂 突厥军舰不能取胜,也自行退去 武则天派出使者为劳军队 并赐给张仁月药品,命他兼任 并州大都督府长使 长安二年,公元702年 突厥攻破使领关,攻打并州 武则天任命雍州刺使薛纪厂 代理右台大夫,充任山东防御军大使 又命张仁月负责 并州、贫州、贵州、潭州四州防御 与薛纪厂互为齐角,共聚突厥 神农二年,公元706年 唐宗宗任命张仁月为左屯卫大将军 简效洛州长使 当时,洛州梁架飞掌,盗贼横琴 张仁月到任后,将抓捕的盗贼全部乱棍打死 尸体陈列在府衙前 远近百姓无不惊骇 从此,无人再敢偷强 唐高宗时的洛阳刺使贾敦仪 也是位政绩突出的官员 所以,当时的人们都称赞道 洛阳有前甲后章 可敌金兆三亡 同年12月 突厥入侵明沙 击败了朔方军大总管沙陀忠义 靖略元州、惠州等地 夺走了拢幼木马一万余匹 锦隆元年,公元707年 张仁苑被任命为朔方军大总管 御使大夫,屯边防御突厥 张仁苑到达朔方后 突厥已经退兵而去 张仁苑被乘胜追击 夜袭敌营,大破突厥 当时,朔方军与突厥以黄河为界 而在黄河北岸有意拂云祠 突厥每次出兵都在祠中祈祷 然后再发兵南下 锦隆二年,突厥可汗莫绰 率领大军攻打突骑师 后方兵力空虚 张仁苑便上表曹廷 请求趁机夺取末南之地 并沿黄河北岸修筑三座首尾相呼应的寿祥城 以断绝突厥南清之路 奏书送到京城后 唐宗宗召集大臣商议对策 太子少师唐修锦表示反对 并称道 两汉以来,朝廷都是北守黄河 如今要在敌鲁腹地铸成 兴师动众,劳民伤财 最终只怕还是要被敌鲁占据 张仁苑执意请求 最终得到了唐宗宗的同意 张仁苑又上表请求留下戍边碎满的兵士 以加快攻城进度 当时有两百多咸阳籍士兵不愿铸成 集体逃走 结果被张仁苑抓回 全部斩于城下 从此,铸成的军民无不尽心尽力 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便将三座城池全部铸成 三座城池中 浮云瓷为中寿祥城 南队朔方 而西城南队陵武 东城南队渔陵 三城相距各有四百多里 北面都是沙漠 张仁苑又向北扩地三百多里 并在流头朝腊山北设置烽火台一千八百所 从此,突厥不敢渡山放牧 朔方也不再授其攻略 每年节省的军费上亿 裁减的镇兵数万人 后突厥韩国非常强大之时 唐朝的张仁苑在漠南突厥之地建立了三寿祥城体系 三寿祥城体系是唐朝建立的进攻型军事重镇体系 使突厥韩国的根据地 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地区 成为了唐朝北疆内的军事地区 被唐朝控制 后突厥莫绰可汗 无力返回末南 不得不返回末北 唐朝张仁苑建立的三寿祥城体系 严重地削弱了后突厥韩国 自从三寿祥城体系取得了漠南后 后突厥韩国的国力大为削弱 最后被唐朝与回合联合攻灭 后突厥韩国的衰弱与灭亡 张仁苑建立的三寿祥城是其重要的原因 不久张仁苑回朝任职 担任佟中枢门下三品成为宰相 并拜左卫大将军奉韩国公 同年秋张仁苑再次返回边地 唐宗宗还亲自赴师践行 后又加封他为镇军大将军 景云元年 公元710年 唐瑞宗继位 张仁苑因联老治世退休 不久朝廷又加张仁苑为兵部尚书 光禄大夫 但依旧让他退休在家 开元二年 公元714年 张仁苑去世 追赠太子少父 唐大力14年 公元779年 唐代宗品定前代功臣 张仁苑与李孝公 御师靖德等14位宁燕阁功臣 同列第二等24人之列 唐建宗元年 公元780年 张仁苑与裴继 刘文靖等34人 被定为功臣上等 唐建宗三年 公元782年 唐德宗追封古代名将64人 并为他们设庙响殿 其中就包括 又五位大将军 童中书门下平章士 韩国公张仁苑 北宋宣河五年 公元1123年 宋氏依照唐代惯例 为古代名将设庙 72位名将中 亦包括张仁苑 在北宋年间成书的 《十七十百将传》中 张仁苑亦位列其中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喜欢请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祝您有愉快的一天